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智库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是一个爆炸性的话题 乌克兰军队进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这一行动是否可能加速俄乌战争的结束 乌克兰军队在这次突袭中展示了非凡的战术能力 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的防御 此次事件甚至引发了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和末日的讨论 基辅是否正在利用这一行动来增强其在未来谈判中的筹码 泽连斯基是否真的准备以土地换取和平 这一切都在考验着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底线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乌克兰入侵俄罗斯可能加速战争结束 译文源自Foreign Policy 这篇文章探讨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 在短短四天内发生的巨大转变 特别是乌克兰军队进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所带来的战略意义和潜在影响 在这短短的四天内 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已成为自2022年秋季 哈尔科夫和赫尔松成功反攻以来最大的领土收获 乌克兰军队的迅速行动显示出 其在突袭和突然突破方面的高效能力 这与俄国自入侵开始以来 在此方面的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次行动标志着自二战以来 俄罗斯首次被外军入侵 向俄罗斯人民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 他们对邻国发动的战争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门口 与此同时 乌克兰的西方支持者 似乎也对此次行动表示了支持 美国白宫和欧盟总部发表声明称 这次行动是乌克兰自行决定的 这一表态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此前华盛顿和柏林等地 一直在热烈讨论 克里姆林宫所谓的红线问题 这些红线一旦被触发 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和末日 其中之一就是使用西方武器 将战火带到俄罗斯境内 现在这一情况已经成为现实 对无法控制的战争升级的担忧 导致拜登政府及其一些合作伙伴 严格限制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种类 及其允许的射程 例如乌克兰不被允许使用西方导弹 打击俄罗斯边境内的军事设施 库尔斯克行动的部分效果和目的 可能是再次证明红线论点的谬误 在进攻展开之际 基辅对事件保持沉默 目前还难以确定乌克兰 希望达到的战略目标 有人猜测 这次行动可能会加速战争的结束 这次行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表明 乌克兰仍然有能力对俄罗斯造成痛苦 如果乌克兰军队能坚守并控制俄罗斯领土 他们似乎正在挖掘更多设备 并建立新的防御线 这可能会增强乌克兰在任何潜在谈判中的筹码 乌克兰的这次闪电行动 削弱了普京掌握所有停火条件的普遍观念 基辅似乎在暗示 谈判中的筹码是这次进攻的目标之一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位位居民顾问 告诉华盛顿邮报 这将给他们与俄罗斯谈判所需的筹码 这就是这次行动的全部意图 这与泽连斯基最近暗示 基辅准备谈判的言论相吻合 在7月接受BBC新闻采访时 他说我们不必通过军事手段收复所有领土 我认为这也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实现 被占领的俄罗斯领土 可以用来交换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 正如前瑞典首相卡尔·比尔特在X上所建议的 是否可以让两国都退回到各自公认的边界内 基辅似乎在未潜在的谈判做准备 通过寻求增强其谈判筹码 并公开宣布其意愿 这也是对几个因素的回应 首先是乌克兰民众对战争的疲惫感日益增长 尽管大多数乌克兰人支持战斗 直到解放自2014年以来 俄罗斯占领的所有领土 但认为乌克兰可以用部分领土 换取和平的人数正在增加 其次 特别是在西欧和全球南方 对乌克兰一再排除与莫斯科谈判的方式的批评 日益增多 尽管存在重大实质性问题 但克里姆林宫显然在通过后门渠道表达对谈判的开放态度 基辅有可能被视为在阻止战争早日结束方面过于顽固 最后 即使乌克兰能够阻止俄罗斯并保持西方武器的流动 其战略地位仍然风险重重 不能排除唐纳德 特朗普在11月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 并突然停止美国援助的可能性 即使是拜登政府 如果共和党在美国众议院保持多数 也可能难以组建未来的支持方案 泽连斯基可能决定赌一把改变并加速战争的动态 包括在谈判比预期更早进行时 获得更大的筹码 在缺乏筹码的情况下 基辅不得不在与外国伙伴沟通任何不完全解放的和平时 诉诸道德 规范和法律论点 过去 这导致了高度偏颇的谈判 在2014年和2015年达成的明斯克一号和二号协议谈判中 乌克兰的筹码如此薄弱 以至于不得不同意不可能的条件 只有在允许莫斯科的代理人 通过克里姆林宫操纵的地方选举 成为乌克兰政体的一部分的情况下 才能收回俄罗斯控制的顿巴斯 此前被占领并吞并的克里米亚 甚至没有被纳入讨论范围 2022年3月 乌克兰和俄罗斯在白俄罗斯边境的直接谈判 不是谈判 而是俄罗斯向乌克兰提出的投降条件 2022年4月 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斡旋的谈判也无果而终 俄罗斯结束 其入侵的代价是大幅限制乌克兰的主权和自卫能力 自那以后 俄罗斯的提议是让乌克兰永久割让克里米亚 卢干斯克 顿涅茨克 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州 包括俄罗斯从未占领的大片领土 乌克兰不仅缺乏谈判筹码 俄罗斯还成功地向世界各地的观众 推销其以土地换和平的方式来结束这一轮战争 随着2022年后的乌克兰反攻大多失败 俄罗斯战争机器在乌克兰东部 缓慢但稳步地占领更多领土 另一个限制乌克兰领土完整 和政治主权的明斯克氏协议 似乎在地平线上引现 基辅不仅改变了地面上的军事叙事 还可能试图改变谈判的叙事 从以土地换和平到以土地换土地 这让普京陷入困境 失去对俄罗斯部分地区的控制 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尴尬 但自从俄罗斯非法吞并以来 普京试图保留的乌克兰领土 也是他必须捍卫的国家领土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就俄罗斯精英和民众的看法而言 恢复俄罗斯合法的国家领土 将优先于继续占领最近征服的领土 尤其是如果土地交换 为结束西方制裁 开辟了一条途径 在某种程度上 新的乌克兰战略 可能为俄罗斯领导层中的鸽派 提供了一个机会 假设他们存在 并对普京有任何影响力 以主张应该撤销吞并 以恢复俄罗斯的领土完整 只要乌克兰能够坚守 其在俄罗斯占领的领土 普京将面临强大的压力 要求将这些领土 重新置于莫斯科的控制之下 然而 这一切都无法改变 谈判结果的最根本问题 俄罗斯几乎无视其与 乌克兰签署的每一项协议 但对于希望结束战争的乌克兰人 及其西方支持者来说 一些有趣的可能性 可能很快就会摆上桌面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好 我今天想说 乌克兰进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 真的是一个大胆 且具有战略智慧的举措 这次突袭不仅展示了乌克兰军队的实力 还可能加速战争的结束 你看 这次行动让普京明白 乌克兰不仅有决心 而且有能力对俄罗斯造成真正的痛苦 这就像二战时期的诺曼底登陆 突然的强力攻击打乱了敌方的计划 也给了盟军巨大的战略优势 这次乌克兰的突袭 无疑是一个现代版的诺曼底登陆 哦 楚天说 你这魔说真是太有意思了 但你知道吗 这次行动就像是一个猫咪试图抓住老虎的尾巴 俄罗斯可是拥有世界第二大军队 乌克兰这样做只是激怒了熊而已 再说了 这次行动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战争 甚至可能引发和冲突 这就像是你在火山口跳舞 以为自己很酷 却忘了火山随时可能爆发 这么做实在是太冒险了 谢琪琪 你这么说我倒是想起了另一个历史例子 当年美国总统里根在冷战期间可是不断挑衅苏联 组建战略防御倡议 SDI 被称为星球大战计划 结果呢 苏联最终支撑不住经济压力 冷战结束了 乌克兰这次行动也是想给俄罗斯一个经济上的窒息 让普京不得不坐下来谈判 而且这次行动也给了乌克兰在谈判桌上更多的筹码 就像打牌一样 有了好牌 威胁出去就更有力量 楚天书 你提的例子很好 可你知道吗 这不是打牌 这是生命的博弈 你真的以为普京会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在压力下崩溃 别忘了 普京可是俄罗斯的超级英雄 他多次在危机中起死回生 这次行动只会让他更加强硬 甚至可能让他全面动员 像斯大林在二战时期那样 把所有资源都投入战争 这样一来 不但战争不会结束 反而会进一步升级 变成一场无止境的灾难 哈哈 谢奇奇 你这么说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有趣的比喻 普京如果是超级英雄 那乌克兰就像是复仇者联盟 别忘了 乌克兰背后可是有强大的西方支持 这次行动也显示了西方对乌克兰的信任和支持 就像在电影里 英雄团结起来对抗大反派 最终还是会获胜 这次行动就是给普京一个警告 你再不谈判 就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哦 楚天说 我得承认你的比喻很精彩 但现实可不是电影 这次行动可能会让乌克兰短期内获得一些胜利 但长远来看 这种战略冒险是得不偿失的 俄罗斯不会轻易让步 反而会加强报复力度 就像你在玩一个不可能赢的游戏 越是冒险 损失越大 乌克兰应该把重心放在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 很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而不是赌上全国的未来进行这种风险巨大的军事行动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学习清 ni Storage 苏